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元旦,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 二胡演奏家陈军参加了音乐会 一曲二胡独奏《新赛马》赢得满场掌声 而最特别的是,这首曲子是由一把与众不同的二胡演奏出的 这会是一把什么样的二胡呢? 陈军出身于二胡世家 作为长期活跃在舞台上的二胡演奏家 他一直希望寻找一把可以传世的好琴 一次机缘巧合,陈军遇到了收藏家孙杉 孙杉向他推荐了一种特殊的制作二胡的木料 而让陈军没想到的是,这个木料竟然是有植物钻石之称的陈香 其实我对陈香在这之前是零的概念 完全没有这个陈香的概念 不论是它的品质等等的方面,包括它的价格 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如果这么一堆木头,雄木 你把它放在那儿,它就是一堆雄木 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器,它可能就可以试试待它的流传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陈香确实是树木腐烂后的产物 在我国,一种叫做白木香的树种,曾经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 这种树在遇到外力的伤害后,会分泌油脂,自我疗伤 结出散发着神秘香气的陈香 数百年来,陈香一直作为一种名贵的中药材 存在于中医典籍中 近些年,更因为收藏陈香的热潮 导致陈香价格直线攀升 一块抵万斤 用如此名贵的药材做乐器 究竟是噱头,还是确有其意义呢 很多人在听到做这件事的时候 给的第一感觉就是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然后很多人对我来讲呢,就告诉我们这琴不可能出来一个二胡的手 它的这个本身的材料,它和那个老虹和那个子弹 和我们经常用的这些木材的那个材料品质是不一样的 乐器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二胡选料将就整体密度均衡 白木香本身很软 但是因为油脂的进入,又让结出的沉香变得致密 这种不平衡的密度状态,能够做出乐器来吗? 陈军和孙山决定试一把 他们请来了林野专家以及乐器专家 共同被二胡选料 专家把每一块被选料的气干指数 也就是密度指数 跟传统二胡木料相比较 选中最接近传统木料的沉香 而陈军认为,沉香与传统二胡木料也有相似之处 那就是年代久的木料发生更美妙 那么,这把沉香二胡的音色能达到人们的预期吗? 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它逐渐逐渐的,这些木头已经有些性质变得碳化了 带有碳化的红木 是特别适合二胡这个乐器的 就是说,它的音色的好坏 其实就是说,它的碳化度的多少来决定 因为它碳化,它就那种共鸣啊 或者是在震动的方面 会给二胡的音色带来一种 很难去量化的这么一种 但是,当二胡最终做成后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这把特殊的二胡不仅达到了传统二胡的所有音域 并且呈现出一种了不可言的浑厚音色 陈军认为,这所有的奥秘都隐藏在沉香原料的节油量中 节油是指树木受伤后分泌出油脂 油脂逐渐向周围蔓延 形成油脂与木质的混合物 树体节油部分颜色也逐渐变深 这种混合物常温下看似寻常 但是温度升高后会散发出油香 香气持久不散 而沉香在治疗多种疾病方面的功效 也让它更加神秘 近些年,人们对它的追捧 从铺天盖地的网络文章中可见一般 沉香价格随之高涨 甚至有些体积较大的沉香原料 价值过异 它的价格实际上是 应该说是称之不齐 低的有的很低 高的有的确实是很高 那么高的可能是做成成品的 几万块钱一克的也确实有 这种追捧催生了收藏沉香的热潮 作为沉香爱好者 孙山历经十年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一大批天然沉香 其中不乏价值百万 甚至千万级的藏品 人们普遍认为 高品质的天然沉香 在治疗多种疾病方面的功效 尤其神奇 从总体来讲 它主要是用于这个心细止痛 特别是中胶这一块的 就是说治疗胃痛啊 这些东西挺好 也有点醒神作用吧 而孙山觉得即使不用沉香入药 仅仅是品闻一下沉香的气息 也足以让人心旷神疑 甚至达到养生趋病的效果 另外 消炎 震透 养心 安神 这些都是安在沉香功效上的标签 现在尤其是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已经开始把沉香 作为一个慢生活的一个纽带嘛 就是一种算是调节身心 移情啊 移性啊 养生啊 作为这样的一个物件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沉香都齐货可居 按照传统鉴别方法 节油量越高 沉香等级越高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能不能沉水 如果一块沉香的节油量超过35% 不论体积多小 扔进水里都能沉底 孙山用他自己的一块收藏品 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体积相近的两块沉香 节油量高的 入水后立刻沉底 而节油量低的 只能浮在水面上 人们认为 节油量越高的沉香 功效越强 无论是入药 煮水 熏香 或哪怕只是带在身上 都能除病养生 所以在流通市场上 好沉香的价格贵得惊人 而顶级沉香品种 价格之高 更是令人择舌 你像现在这个 我们讲叫原料价格 那么当然有的 所谓的大几千块钱一克的 也有的是三万块钱一克的 但是要想获得高等级的 天然沉香十分不易 由于百亩香树 本身的生长期较长 一般要长到十年以上 才具备结香条件 而天然结香的时间 需要一至三年 树林越长 并且结香的时间越长 沉香的品质就越好 看来似乎时间 是决定沉香品质的最重要条件 其实这里面充满巧合 沉香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 它的产生 需要几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然条件 要想形成沉香 白木香树必须要受伤 受伤的方法一般有两种 一种遇到台风或雷电 枝杆被折乱 另一种是 枝杆被蚂蚁 蚊虫 火菌类等牵食 这种破坏 是树枝在树木的受伤不为聚集 已经几十 甚至几百年 形成上好的沉香 所以 并不是每一棵白木香树 都有机会 结出沉香 白木香是中国特有的珍贵树种 也是国产沉香的唯一资源植物 近些年 由于沉香价格居高不下 长期的过度采香 白木香野生资源 遭到了严重破坏 1999年 白木香树 卑微国家二级重要保护野生食物 我国的沉香产量 尽药用都远远不能满足 许多药房无沉香可卖 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高品质沉香 更是有钱都难买到 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 我在前不久去过 连续去过六个国家 讨到够等级的项只有一块 所以说才不到一公斤的 只有这么一块 所以可见现在这个 等级高这部分 这个稀缺 面对这种困境 人们该怎么办呢 广东茂名的电白线 地处山区 四周山岭连绵不断 在群山之中 藏着一座被当地人 称为金山银山的山头 这里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 白木香规范化种植基地 名为陈香山 种植着面积五千目 一百万株 白木香 陈香山的主人叫汪赫源 他曾经也是冒名一代 万千个香农中的一个 我们整个关注镇的村门 凡是靠山的这家村门 多数人都懂得彩香 都知道陈香 它这个香长在哪里 胃痛的时候 就去挖一点 泡点水喝 胃都不痛 所以陈香就有这个 理气行气 正痛的作用 所以在我们村门 老人家的年代 就懂得用 大概 在汪赫源的记忆中 儿时的家乡 房田屋后 山上山下 都长满了白木香树 由于底位置的原因 茂名一带 经常遭遇台风和雷电天气 给了白木香树 更多的结香机会 人们把天然沉香踩走后 树木的损伤部位 又分泌出牛肢 再过五年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损伤部位 又解出好香 如此循环往复 直至树木死亡 按照我们从父辈 也被你讲的 没有上百年的树 没有解上千年的香 都不是好香 就算你把一年的树 你把它走断打断了 三五年或者十年 解出的香都不算是 好像一般的香 年轻时的汪客源 曾在国营药厂 担任收购沉香的工作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 即使是节油量 只有15% 也就是勉强能达到 入药级别的沉香 一千克的收购价格 就超过一个工人 一个月的工资 因此彩香 成了汪客源的父老乡亲 生存和支付的手段 他们不仅在家乡附近 寻香采香 还远赴海南采香 很快不仅是茂名 整个中国的天然沉香资源 匮乏了 汪客源的家乡 再也找不出一棵白木香树 他工作的药厂 面与无药可收的境地 这深深地刺激了他 于是1997年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学历 承包下一片荒山 人工种植 沉香树 第一个我知道 沉香的资源的溃乎 我们必须要去保护它 去种它 第二个你就是说 有缓债 那为什么叫缓债 只是我们祖祖辈辈把这个资源 开采光了 因为采光了 这南天就破坏完了 那我要缓债 自己种树 可是 以往药厂收的都是天然沉香 人工种植树 难道也要人工结香吗 咱们人工结香呢 人工结出来的 还是沉香吗 还有那些神奇的作用吗 王克元听到了 莆田盖地的质疑声 这个质疑呢 不用缓债疑 我自己在想 我们要种树这个好香 首先说在这二三十年内 你都不是种树的 刚才说了 上百年的树 结香要上千年才是好香 也就是我们孙子的孙子 才认为上我要种的这香 天然结出的香 这么漫长 懂得沉香的人 懂得投资搞精致的人 他们都说我是疯子 神的利益 没有先例 王克元只能慢慢摸索 他知道 当白木香长到六到八年 重量达到约五十千克后 就去为了结香的条件 然而 没有台风 没有雷电 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等待重度 要怎么样让树木受伤呢 最开始 他们选择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刀砍 也就是人为砍下一块树皮 让树肉暴露在外面 这位香农们 俗称为开香门 但是王克元很快发现 这个方法并有异性 不仅结香面积性 结香的速度还非常慢 我们现在开这个叫香门 开了以后呢 过了一年半到两年 我们就隔这块 就可以有正常用的标准 要用标准 对啊 随后 结合老香农们的纪念 陈香山 开始采取另外一种物理方法 人工结香 这些看上去 满目疮痍的白目香树 都是在使用了这种方法后 又等待了一年以上的状态 这一棵树是老香的 的时候 它们就是好香了 就是好的现象了 因为它那个脚松皮 生了 这棵树的皮已经是包过了 包过了 包过这个孔 它们一个采出来 都是好香 好的现象 就是说这个开了多久了 它们的关系 差不多五年 开了五年了 这里面现在还有香吗 有 尽管现在有一些 诸如给树体挂水 或向树体内注射 强酸一类的化学方法 能让白目香树 迅速结香 但是比较一番后 汪客人还是决定采用这种 被称为打火算的物理方法 他们认为这是最接近 天然结香的一种方法 工人把比手指还粗的铁签烧红 然后从树体上穿过 树体被烫伤后 伤口处就会慢慢结香 这种方法既没有化学物质的刺激 树的损伤面积又比刀砍的大 结香面积的结香速度也更快 等结香完成 工人将陈香采出后 还要经过简单的加工处理 随后这些香块就会被送往相关药检所 和大区实验室进行检测 按照五国药典的规定 他们将在乙醇中浸泡一定的时间 目的是让陈香中的油全部融于乙醇 如果醇浸出超过百分之十 这块陈香就达到了入药标准 那么人工陈香的检测结果如何呢 是否还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呢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 为陈香山出产的人工陈香 做了许多批次的检测 研究人员发现 人工陈香的品质 确实不能和以往的天然陈香同日而语 要想拿到药典规定的纯净出物的含量 并不容易 含量量不高 人工种植成香 是不是就毫无意义了 非法油是一般公认的 是它的有效成分 那么以前人家光注意到非法油 它的成香非法油像这些 大孔的这些药材 非法油是量很小的 那么它还有哪些东西呢 测酮含量很高 是比非法油的高得多 后来人家发现测酮也有相关的作用 包括洗衣子中的包括消炎呢 都有报道 原来这些年的研究发现 陈香中的油酵成分并不只有规发油这一种 从前人们普遍认为 只要含量量高就行 而纯净出物检测 其实不能检出油脂的种类 这种认识的误区就让假陈香有了可乘之机 造价者通过各种手段 不仅让假货 外观 色泽 气味 均可以乱真 甚至可以让假陈香在纯净出物的检测上树立过关 一时间 陈香市场变得混乱 孙山在收藏陈香时 特意将各种假货也收集了起来 他告诉记者 如果拿起一块陈香就闻到扑鼻的香味 那很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大多数陈香在长温项不会散发味道 只有加热才能闻到香味 还有一些人用和白木香相似的木料 涂抹陈香油 在外观和味道上 以假乱真 更有甚者将没有结下的白木香熏黑 再混入一些油脂 以此提高纯净出物检测区 并当作药品卖给中药店 由于能够达到入药级别的陈香 都售价不菲 一些药材公司甚至收购不起 因此 廉价的假货就有了市场 显然 假货不能致敏 这给中药市场 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我们一般建的陈香 质量都是一般的 如果是药店方面 陈香 很多是不行的 从我们 以前我们买过二三四批 都从药店各个地方 药店 买过来的 买过来做的话 基本上没有一批是真的 为了了解陈香市场的情况 我们从不同渠道收集来五个陈香样品 拿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看看市面上的陈香品质究竟如何 一号样品为市售药品 二号样品为天然陈香 三号为刀砍法结束的陈香 四号为东南亚产天然陈香 五号为打火钻 人工结的香 为了更准确的检测陈香的有效成分 广州中医药大学对陈香重要的检测 设三道关卡 纯净初误检测 薄层分析和气象分析 只有三关全部才算拿到入药标准 经过薄层分析后 林教授发现 加德里普的一号样品 纯净初误区 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三 而当五个样品做完全部的检测后 研究人员发现 只有四号样品 东南亚产天然陈香 和五号样品 打火钻法 人工结香 全部顺利过关 达到了我国的入药标准 看来人们对陈香功效的过度信任 造成了市场的乱象 因为药效的话 不能说你说的怎么样怎么样 你拿出实验数据来 这个才叫真正的药效 你不能说是我在网上不负责任写人写一点 那不算数的 一定要是正规 你说医院里面从经过统计学处理的 你资料那才是可靠的 真正你说要药效 应该从临床来讲 才可靠 作为一种香气清幽而绵长的特殊木料 陈香确实有对人体有益的功效 但是在购买陈香时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镜 更要理性看待陈香的功效 这样才能规范陈香市场 让众乡人 爱乡人 都享受到 这一自然的馈赠 网络世界顺其万变 高科技犯罪 让人防不胜防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2015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中系列节目 看不见的危险